楊承麟一連兩天在台北小巨蛋開唱 吸引眾多粉絲超盛 老東黎榮浩昨晚才歌空打氣 享受舞台順順利利Like A Star 今天馬上就趕到現場看老婆 也讓楊承麟直呼好感動 兩人在現場忍不住放閃起來啦 那今天也是有一位家人也在 這位 這位家人他昨天自己在西安 有演唱會 然後他昨天在那個演唱會 因為是戶外 然後天氣非常的糟糕 他淋了一整天的雨 我想那應該是Rainy Day吧 然後我很謝謝就是他今天 一早就是熱氣點的時間 就已經起床就是要轉機 然後他也趕到了現場 那個導演一直問我可以拍嗎 就是 這樣轉機真的很幸福 然後上次 就上次青春住了誰的時候 也是一模一樣 他也有自己的演唱會 所以就趕得要命 但是很開心就是最後他感到 有從頭的看到現在 就是對我來說其實蠻重要的 其實我昨天一直 一直在做心理建設 一直在想 好如果他沒有辦法 如其的 從頭看 是從中間來出現的話 我也不要被影響 一直在跟自己做一些 就是心理的建設這樣 但是還是很感謝就是今天天空 雖然不做美 就是在他要飛往的城市 其實 也有班級 DELAY的問題 但最後到了 其實對我來說是 就是 很重要 尤其 2020年11月8號 有來現場的人 有在嗎 那個時候 曖昧這首歌 他是 算是一種 遠 雲端的嘉賓 對 當時 因為不可抗戀的因素就是 整個世界變得很亂 然後 他當時也沒有辦法看到我這場 演唱會 我很開心 他今天在 你甜甜的微笑就像 我美的家 我唱了你最佳春藥 我的味道 是甜甜的愛情 來得這麼確定 因為你每個海音秀的表 白衣嗎 還有表情 唱錯了 不好意思 我想要說 我人生遇到他 是我最大的幸福